他萬一要出手的時候你要救我 沒有 就被打了什麼關係 我有這東西你們佔房間 怎麼樣 好 趙志明先生是戲劇界資深製片 那今天他規定康熙來就說 如果要再請到趙志明過來呢 就是要找他想要下手的女明星 都過來共聚一趟 聽說今天現場來的每一位女明星 都是你指名要他們來的嗎 不是吧 我們就要亂講啦 不是 你開我幹嘛 不是 你要花的那個 不是 我跟你講 偉忠哥才剛走 他對你搖頭叹息 因為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偉忠哥 最近那個趙哥上我們節目收拾很好 他說這家伙髒了 真的 心裡你走過來之後有聞到酒味嗎 為什麼每天晚上都喝酒啊 沒有...我沒有喝酒啊 剛來沒喝酒啊 你有沒有醉的時候盡童拍那個 偶藝為之 那一次剛才對我跟妳發現 有喔 有一次宿醉耶 宿醉來到現場 我們聞到也就算了 剛好偉忠哥剛好進棚 你看 突然有酒耶 你喝酒啊 然後他... 好像酒醒了 不是...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喝啊 粉魚也有去喝啊 那個風神也有喝啊 小廚也有去喝啊 跟我一起喝下去啊 全部通通脫下來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 有為專業對不對 如果喝醉了鏡頭 不是 是啊 那不行嗎 你們又不是我的製作人 又不是... 離你們的薪水你們照樣 不要... 你現在發現了嗎 你現在發現了嗎 你現在發現了 他就是會認主人 對啊 你們跟他沒厲害關係 沒有... 什麼卡 兩個就偉忠一點 偉忠哥 偉忠哥現在來這邊他馬上... 偉忠哥 我打個電話 要吃餃子還是什麼 沒有 不好意思 而且講話還會揭發 去弄... 他們要包子 蒸爐 趕快蒸一下 真的喔 是這樣的耶 郭哥 你是不是說 有一次你遲到 然後他恐嚇你說 他打電話給我... 你沒講我才... 你現在講我就想一講 有一次我跟那個王耀慶 還有那個張趙智 你打扮演唱 講人家壞好像壞人 我跟你講 因為這三個人太難搞了 自以為是... 當然郭哥是前輩 其他旁邊那兩個自以為是... 王耀慶也是前輩喔 狗屁 他們還有一個什麼咖 那資歷我比他們緊 然後呢 他們就有樣學樣 你郭哥遲到就算了 因為他剛剛偉忠哥結婚 我也沒遲到多久 每次都換一個小時 合理範圍 對啦... 那另外兩個就有樣學樣 那我就覺得說 總要殺雞進口 那不好意思罵郭哥 就找了先王耀慶跟George開刀 那那時候真的要打 是被氣到 他們真的挑釁你 對 他們就... 我就打了 打了...可是我不能說 他們三個遲到 我也來啦 是 我就問 那中山... 那不是說那嗎 前面還在那邊耍帥 然後到後來就整個人... 可是他們當下叫你說 你打 我如果不打 走開 那人家會講 沒錯 可是我當然就打 但是我讓他們知道說 真的電話接通 但是也就是讓你們三個知道 我不是不敢打 是 是剛好那個時間 老大肚子餓了 我要問他吃什麼 是... 如果我們那個時間 他不會餓的話 我一定會講 他們三個遲到 非常嚴重 我一定會講話 我覺得聽完之後 而且... 他叫我們兩個滾圓店 我們兩個也不管 對 死命來了 不管都可能怎樣 死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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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的眼神來了 不是 講到趙哥 我們戲裡面就有一個角色 他就是演我前男友 然後本來都已經快要演我 還沒演 還沒要演 然後就講說要有婚約 也沒有... 我們就在討論說 這個人要誰來演 那就講了很多人 然後比如說什麼柯淑原 以前跟我演過情侶什麼...的 大家就在想說 誰可以來演我的前男友 然後結果就講... 然後後來就有人說 那趙哥找不到的人 你自己來演啊 你知道趙哥當時的反應是 臉吼 然後這樣 想笑也不敢笑 笑子 你根本就想演到不行啊 沒有在基於這個位子 我直接直接破梗好了 那個男主角我們找到了 陳宇帆 比你好很多 對 比我好太多 你在念什麼 我看到了 我看到那個後面就寫字了 我看到大家好啊 你不是還口味說他們在嘎戲 你知道打斷那個宣傳的腿嗎 沒有辦法自己講話 不是啊 是這樣子 他自己都可以做的 所有事都不准演員做耶 好自私喔 也沒有啊 我還是有到現場啊 原本就有這些工作 你把我的通告挪到那邊去 那我分身罰屬啊 我有得做現場 那你不能把所有人通告 你希望是後來嘎進來的對不對 對啊 你是希望大衛 但是大衛每次看到我 我們今天有... 我們今天有在現場 幫你準備好大衛耶 你要不要在這裡表演 打斷他的腿 打斷他的腿... 打斷我的腿 他...他有這樣恐嚇你吧 有 他說 然後趙哥就打耶 問我們現在人在哪 他說 我們到來第一個反應說 趙哥 我們快到 因為我們真的快吃完 要過去嘛 錄程五分鐘就到了 趙哥就說 那個大衛啊 你... 這是髒話 沒關係 還可以講話 幫你消音... 大衛啊 你不要互通我啊 你不要吃飯 你不要互通我 吃飯 你不要互通我 他怎麼說你弄你 那我還沒講出來咧 什麼... 打了個外景 外面掃了一棵樹 然後偉東哥錄完了 前面有一場戲 是三個禮拜前錄的 然後三個禮拜後 又錄後面接的那一場 對 樹不見了 樹不見了 然後呢 剛好那副導也 微微縮縮的就 我們拍好了 然後就跟偉東說 偉東哥 那你幹嘛叫我錄啊 我幹什麼的 我待會兒我一定要打人 我的資物品製作 小帳 還有副導 全部給我贊成一排 我待會兒數到1 2 3喔 我就飛踢過去 沒有打到我們負責 飛踢 豈有此理 做電視做那麼久 搞什麼東西啊 好精采喔 叫小帳來 然後他就來 他也來了 他... 他...他就是那個聽命的人 哇...看那個 趕快說 陳澄 他很會做後續的工作 然後就放了 弄好 弄好 結果 反正今天一定要有一個人負責 不是你不幹就是副導不幹 氣死我了 每次都叫我錄白宮 結果...結果怎麼辦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不講那個很經典的對白說 結果 偉中哥要打就打我吧 如果今天講這句話 就太矯情了 我們那時候等一個答案 結果沒有人敢說出答案 不是 誰敢在那時候講這種話 誰就真的是王八蛋 因為沒道理 他老闆已經棄成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是真的有錯 你沒道理那時候講說 偉中哥 你要打就打我 太...根本就是怕... 你可不覺得怕哀打啊 趙哥 不是... 你才應該出來講這句話啊 然後就化解嘛 對 大家都在等你講這句 不可能啦... 真的...我們都在等你講這句話 偉中哥還說了很多別的 關於你的事 謝謝... 我現在馬上打給偉中哥啊 偉中哥 誰啊 這麼沒種 誰啊